當相關的資訊不正確的被報導之後 許多的不時抹黑造謠 排山倒海而來 那對整個社會造成了非常大的紛擾 那我想在這裡身為政務官 還是要跟所有的社會大眾來正式道歉 全世界潛流感對每個國家的雞彈造成了許多的影響 那台灣也不可覆免的 那遭受這樣的一個影響 所以在二月的時候 三月的時候 那我們決定了整個雞彈的專案進口 這個政策絕對是正確 這個政策是保護了我們所有的雞彈的農民 因為我們農業部沒有把30%的關稅 5%的營業稅拿掉 那這個政策 那這個政策絕對是讓消費者獲得平價淡 消米黑市 各位想想看 如果把這個政策 依照其他外界所謂的自由市場的運作 30%的關稅取消掉 甚至5%的營業稅取消掉 讓所有的這些業者自行進口 那會不會把30%關稅或者是5%的營業稅 具體的反映到所有的市面上的價格 絕對不會 會不會讓消費者買到我們在推專案進口的雞彈進來之後 透過席選的平價淡 那時候一盒大概就是65塊68塊不等 等同一顆6塊多 所以這個政策完全的正確 那可是在缺氮的時候 我想各位都知道我到立法院 那大家都不分黨派 希望我們趕快進口我們的雞彈 因為國內的產能真的不足 那在雞彈進來之後 缺口途漸的減少 黑市的價格也不見了 可是當相關的資訊 不正確的被報導之後 許多的不時抹黑造謠 排山倒海而來 那對整個社會造成了非常大的崩擾 那我想在這裡身為政務官 還是要跟所有的社會大眾來正式道歉 建立了 對整個社會大眾來賣 你看到奇蹟 três